《金刚经》大概从汉以后传入中土 中土大概有六种不同的翻译版本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读的最多的是 纠摩罗斯的翻译本 我常常跟朋友说 纠摩罗斯是我的偶像 我佩服他一个外国人 用今天角度当然是外国人 一个印度 克什米尔来的 然后到了新疆的克兹尔 然后他竟然可以把汉译翻译到这么美 我们现在读到的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都是他翻译的 简直像汉族的诗人 有时候都觉得惭愧 我们在用汉文 好像都没有纠摩罗斯 这么精彩的这种汉文的底 我们知道当时不止他在翻译 有六个不同的翻译版本 而为什么几乎从唐代以后到现在 所有人读的都是纠摩罗斯一本 连唐朝的玄奘法师 这么重要的学者 他的翻译的金刚经版本 都没有办法取代纠摩罗斯一本 我想这里面 我们如果对比一下 我们就会发现 纠摩罗斯文字非常漂亮 他翻译伊什佛在舍卫国 他就是三个字 舍卫国 如果你去读玄奘的译本 是法罗底国 就是你很拗口 然后也不容易记忆 所以我想很多东西翻译的版本 能够在一个文明当中生根 是因为他对那个文化太了解 他几乎用了很多四个字 四个字的这样的像诗一样的句子 然后把整个的外来的一个文化 转成一个本土的文化 那这个人我常说他是我的偶像 因为你知道他当时民生大到什么程度 就是后来在长安建国的前秦 为了要抢到 我用抢这个字 就这个人他的学问太惊人了 然后他翻译佛经能力太好了 然后国家发动了七万兵去打这个国家 灭掉秋辞国 灭掉科兹尔 然后把纠木罗斯抓到长安 我用抓这个字 其实也是请 那当时当然很复杂 因为这些政治领袖 大概觉得不只是 纠木罗斯是一个翻译佛经 非常了不起的 他大学者 大信仰者 而且觉得他身上好像有法力 因为当时就觉得说 你身上会念福念咒 然后会诵经 大概可以度过很多的灾危 所以竟然会用七万的军队去 抢这个纠木罗斯 所以纠木罗斯后来到了长安 他的故事太神奇了 那我们顺便也讲一下 就是他后来到长安以后 被这个政治领袖逼迫还俗 要他娶妻 要他喝酒 要他生孩子 他都照做 那因此他后来也有人就开始 讲很多的是非 觉得他没有守佛教的 严格的清规戒律 那他也曾经在传说里 面对所有的僧众 拿了一碗的针 然后就把针一根一根的吞下去 说你们如果谁做到这件事 你们也可以像我一样的破坏戒律 我想这些都是像神话一样的传说 可是常常读纠木罗斯的故事 我觉得好神奇这个人 可是我读他翻译的金刚经 还是佩服 就是文字怎么会这么漂亮 因为这已经不只是翻译了 我们讲信达雅 文字第一个就是 他能够忠实于援助 可是能够让大家都能够记忆 都能够背诵 最后还觉得这么文词优美 像梁启超胡适 他们都非常佩服 纠木罗斯 他们认为纠木罗斯创造了一个非常特殊的 易经体 就是翻译佛经的一种文体 它其实介于汉文跟梵文之间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 他翻译佛经 有些地方他不直接翻译意思 比如说 我们像写成般若的那两个字 他是在讲一种智慧 可是他并没有翻译成智慧 他可能觉得汉字的智慧 讲的是聪明 那你在现实生活里面 买股票 买房子 占了便宜也叫聪明 可是他觉得 波罗斯讲的智慧是一种放下一切的智慧 所以他不愿意翻成智慧 他反而把它变成用音来译 所以当我们读很多的经典 观自在菩萨行身 波罗斯 波罗密多 波罗密多他也不翻译 因为波罗密多译出来可能是到彼岸 可是我们今天过一个河就到彼岸 可是他太现实了 可是这个波罗密多是说 你生命如何能够度过 把自己度过一个虚空的阶段 到达一个真理的状态 所以他就不翻译 他就用波罗密多 所以很多大家发现说 我们现在用的 其实是当时这些人翻译的梵文 菩萨 我们都已经忘了它是梵文 我们也已经忘了它是印度文 我们还以为它是汉字 那菩萨是Bodhisattva 那Bodhisattva是领悟智慧的那个有情众生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翻译 最早翻译成菩提撒舵 后来觉得菩提撒舵也很麻烦 就变成两个字菩萨 那我们现在每一个大众都懂菩萨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了解到信仰 其实在人类的文明里发生非常大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萨纳 萨纳是梵文 是时间的最短的一些因素 因为印度人很喜欢把时间划分成很小很小 一坛指尖 可是萨纳之间 我们今天常常也在用 可是大家已经忘了它是外来语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这一部金刚经不只在印刷科技上 推动了重要的一个科技革命 它同时在语言学 在各方面领域当中 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在谈金刚经的时候 到大英博物馆去看这个卷子 非常重要的这个卷子 如果大家有兴趣 其实也可以上网看一看 大英博物馆当然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那他最早发现是在敦煌的一个洞窟当中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重要的文物 在当时敦煌这个地方 很多小国家 他们彼此有战争 那在被灭亡之前 他们会把国家重要的文物 藏在一个洞里面 一个封洞 就用砖块把它封起来 所以你外面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一个洞 一直到1900年以后 有一个管这个地方的道士 叫王源路 忽然发现 这个墙敲起来 怎么好像有回音 发现这个 好像洞窟的里面 还有套着一个洞窟 所以就慢慢挖 就挖出这个洞 现在编号在17窟 第17洞 里面堆满了 所有古代的金卷文物 那当时国若民贫 所以大清帝国也没有好好的照料 管理这批东西 所以西方有考古知识的学者就来了 所以1907年 英国的学者斯坦因 就带走了24箱的文物 24箱 所以这一批珍贵的文物 就藏在现在大英博物馆里面 包含了现在讲的最重要的 唐贤通9年868年的 印刷史上的第一件作品 那因为大英博物馆知道 这是不得了的世界珍藏文物 所以这几年 在网站上我看到 他们有非常好的维修清洗 因为年代太久了 一千多年前的东西 他把很多斑波的地方也洗掉 处理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然后也看到 整个的卷子最后结尾 上面写唐贤通9年4月15日 有一个人叫王界 三化王界是写语编一个介绍的界 王界为王父母 因为父母死去了 所以发愿拿了一笔钱 来雕刻这个佛经 因为父母过世 觉得心里很难过 很希望做一点事 能够祝福他们一路好走 能够在一个 他们可能觉得漫漫长途当中 有经文陪伴 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轮回吧 在六道轮回当中 不落入畜生道 不落入恶鬼道 能够有一个祝福 所以这个王界就为他的王父母 就发愿雕刻了这一套佛经 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现在常在大英博物馆这个 《贤通9年的金刚经》能够比较用宽阔的心情来看它 所以它的影响力在文明史上的影响力 就不会局限于好像只是一个佛教的经典 而能够在各个领域宗教改革 在科技革命 教育革命上都发生了一定巨大的作用 不急于 在职养全面 scrollene 每一 floating的十五栋码